国民党党主席初选人选 已经一一的扶上台面上了 参与竞选党魁的前副总统吴敦毅 今天是现身在党内青年团的参会上 积极的来拉拢青年选票 展现党魁的气度 欢迎 欢迎 我的欢迎你 现在各县市的青工总会 带领了很好的 这种年轻人 积极关心社会主义 积极关心国家 积极关心党的未来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 会将来能够有机会 能够担任党的主席 一定把培育青年的人才 当做非常重要的 前副总统吴敦毅 参加国民党北台湾青年团的参会 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现身力挺 参会上吴敦毅积极来拉拢青年选票 展现竞选的气度 在参会上也表示 党内的青年工作总会 应该要多加培育新生代的青年精英 让党内的青年能够在政治地方上 都能够有所展现的空间